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公司 既定在理貴理合教十何基盤的理工疫球 台北火海鎮 在27公斤的中産頂民雅輝季 在前郵菜火百日草和波斯局 但因為今年暖冬不就好 最近波斯局和百日草 提前幸福 這由主辦單位探討是非常兇勁 每年趁在一起前後 台北市公司市農火 都在第18山各地台東邊 有機米專区 競疊由菜火波斯局做立委 行為火海 搭配總理解釋 基本台北市火海鎮 今年搭配上火 去賓二十多萬人處收火協商 今年在江州警官 依照西庭也下火劑 原本已經直到月底開火 想不到近日波斯局 提早幸福超過五次 嘉義縣泰保市的新疲有機米田區 那這邊我們每年 已經連續舉辦好幾年 每年的在禮作的這個期間 那在農曆年節前後 就會舉辦太保市花海節的活動 那我們這邊 大概整個花田的面積有 將近二十七公頃 那所以歡迎大家 農曆年節期間有空的話 可以來這邊走走跳跳 記得來賞花 今年其實也遇到了這種 有點傷腦筋的狀況 那基本上我們一定都是精心規劃 用心去先去衡量那個植物生長的事情 然後去規劃它 多久前需要去播種 然後需要去植栽 那因為受氣候影響 這個就不是我們人為所能去計算或控制的 那這個確實是會對我們承辦單位造成一點小小的壓力 台北市長映離標示 原本幾位波斯菊百日草定會會為带現開 為了讓花海節開花更多 也有分數拍也下延期 五禮拜的花期多好地會鼓火 花海節全面現開 想不到氣溫期間不下 波斯菊百日草已經現開 雖然也沒有到花海節 有完歡迎民眾到台北來相會 感謝PB日本北海島花產的賣點 但是却上车不能打一笔回残 最近新闻中来信 台北七彩虹伯德